很多观众可能关心秦阳的是 在这个之前呢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当时他跟朋友 在一家五星级饭店的房间里面喝酒 但最后一言不合吵了起来 对方找人到饭店门口 把他痛打一顿 打得头破血流 而之前他传出有债务纠纷 这次会不会也跟他的债务或金钱有关呢 这是警方的调查重点 五星级饭店门口竟然发生斗殴冲突 而且被打的还是艺人秦阳 13号晚间秦阳和朋友在饭店房间饮酒作乐 但却和其中一人吵架 对方马上烙人到饭店大门外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把花圃都压坏了 警方调约监视器画面追人 因为冲突很可能是金钱纠纷所引发的 时间回到2002年 秦阳演出本土剧反派角色一戏剧间爆红 隔年就在上海投资房地产工程 他上节目透露六年就惨赔六千万 2004年他替当时的台南县立委候选人助选 疑似遭到攻击 还坐轮椅到造势晚会上 大打杯琴牌希望助选成功 直到2010年他自己也转换舞台参选高雄市议员 同时他替市长候选人杨球星站台的时候 还下跪磕头但他自己最后以三千票落选 扣除政治现金三百万还亏了五百万 当时削价拍戏还债 但演艺事业依旧没有起色 几乎淡出了荧光幕前 因为秦阳的债务问题不是第一次登上版面 所以警方调查的方向也会朝金钱纠纷进行侦办 无疑是让秦阳的负面形象再添一笔 中天新闻陈嘉宁 黄培华 台湾报道